你不服啊 好好好 既然你给我装糊涂 那本官就给你点拨一下 你将人犯犯人妇 未经验名正身 就把他给斩了 而且至今你还不明白 斩错了人犯 就从这一点 本官就办你一个 滥杀无辜的罪 你服不服啊 犯人妇 我斩的就是犯人妇 何来滥杀无辜 好了 别在这儿给我狡辩了 把他给我拿下 我看谁敢 我 我本来也没有 我我也有 authority ہے 对 我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郑大人 郑大人 放了郑大人吧 郑板条乃朝廷要犯 任何人都不得靠近 把他们赶走 郑大人 放了郑大人吧 放了郑大人吧 郑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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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老公 郑大人 放开郑老公 郑大人 郑大人 郑大人是后官 放了郑大人吧 郑大人 放了郑大人 放了郑大人吧 求求你了 放了郑大人吧 郑大人啦 燕大人 求您了 放了郑大人吧 求求你了 郑大人 燕大人 我们的大人 真的是难得的好官 请你一定要三思 求求您了 郑大人是好官啊 求求您了 把他们赶走 快走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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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了 各位父老乡亲 听我说句话 各位 敬请我说句话 各位 各位父老乡亲 我郑万桥 来帆县为官 时日不多 我只是个小小的七品县令 能够得到大家如此的信任 厚爱 我 我死而无憾 我相信 当今圣上是明君 一定会查清此事 如果真的是正板桥的错 我甘愿受罚 我甘愿受罚 各位 谢谢你们了 大家不要再阻挠 让开条路 让求车过去吧 行 求求大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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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父老乡亲了 求求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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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走 求求大人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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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让开 让开 让开 求大人 求大人 求求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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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好啊 求求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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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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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就是的 我就不明白了 咱大人明明干了天大的好事 救了这么多百姓 他厌死太什么东西 凭什么带走郑大人 咱们大人开仓放粮有罪 那咱们老百姓 吃粮仓里的粮食都有罪 对 干脆呀把咱们一起抓走算了 对 要抓就把咱们一起抓走得了 你们冷静一点 今天把大家聚在这里 好啊 是要大家想办法 怎么把大人救出来 是啊 我们大家急也没有用 若真想救大人 我们就应该在这儿集思广益 尽快想出一个最妥善的方法 陈大夫 你不是向盛郡王求救了吗 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盛郡王与大人交情一向甚好 我想此时他应该也在京城 为此事忙碌 可能办得没那么快 燕四太这次抓大人 那么凶有成竹 连刑部的公文没等到他就下手了 显然是蓄谋已久的 什么呀 要我看啊 那狗官发城是心里有鬼 是啊是啊 是啊 心里有鬼 咱们尚且不问 燕四太是否心里有鬼 可是大人已经被他们抓走了 现在当务之急 是要怎么把大人救出来 我记得大人曾经说过 民之所欲 天必从之 是 对 上天都不会违背我们老百姓的意愿 一定会来承恶扬善 既然民心不可为 我认为 咱们可以先去一趟巡抚衙门 咱们先去找燕四太 给他施加压力 让他看一看 咱们的郑大人 有多么地深得民心 我相信 他看过以后 也会掂量掂量 暂时不敢把大人怎么样 咱们这一招缓兵之际 一方面 可以等等慎郡王的消息 另外一方面 咱们可以去想更好的办法 对 我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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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既然事已至此 也只能这样 对 我 他 他 他 你 他 他 你 他 他 他 吃点皮肉之苦 小明 认罪 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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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非 那个人不是范如风 这天地下 怎么会又长得 如此一模一样的人呢 郑晚桥啊 你这是头一次坐牢 别有一番滋味吧 我怎么看这个地方 还挺适合你的 来 给大人上菜 是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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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郑大人 不管怎么说 也是个七品县令嘛 怎么上的饭菜 这么寒酸呢 是 我明白了 郑大人是常年吃素啊 那好 本官 就成全你 给你添点菜 看见了没有 以后啊 就照我这个样 给大人上菜 是 大人 我说正板巧啊 吃啊 怎么不吃啊 不给本官赏脸是不是 当然吃了 燕大人给我上的菜 我敢不吃吗 这儿 酱 好吃 烛火日当午 探地何下土 既是盘中餐 历历入我父 这东西啊 它是农民的汗水 它既然浸了这个碗 就得浸我肚子里 我都吃着 历火说正板巧啊 你都死到临头了 还在这儿自命不凡 巧舌如簧啊 好好好 你就在这儿等死吧 燕大人 下官有一事不明 想向您请教 行啊 说吧 虽然我正板巧 平时糊里糊涂 但是我办案 绝不敢糊里糊涂 这个犯人妇 我杀他之前 确实验明了证身 您怎么说是 错杀了人犯呢 好好好 那本官就告诉你实情 你杀的那个人哪 是犯人妇的孪生弟弟 叫犯人贵 犯人妇 还有个孪生兄弟呀 可不是吗 他这个弟弟啊 生前痴呆 不便生死 我说正板巧啊 你可是号称江南才子 你也生性痴呆 不便生死啊 没关系 本官呢 已经替你把犯人妇给杀了 有什么不明白的事 你呀 到阴曹地府 咱好好问他去吧 大人 如果真有此事的话 郑板巧一人坐石一人成当 杀错了人犯 我要偿命 甘受刑部处罚 不过 我还真得谢谢大人 惩处了犯人妇 这么一个恶人 还给下官 送了这么好的饭 我说你正板巧啊 你死到临头了 还给本官在这耍嘴皮子 好好好 你耍 你好好耍 我倒是想看看 你还能耍多几 这么说 范容府当时 竟蒙内神通外鬼 暗度陈仓 以其弟弟的性命 来换取自身狗活 没有 没想到 这个犯人妇竟然如此阴险狡诈呀 你爹我舔着脸去找燕司太 不就是为了咱们饭舌的家业 为了咱们一家人一食无忧吗 你这是执迷不悟啊 怎么跟爹说话呢 等事情办成了 我会让你知道 你爹我是如何地煞费苦心 表哥 好不容易 才跟爹吓人 可是 我们最后一次谈话 竟然是以争吵结束 早知道这样 当初说什么也应该劝住他 我连这点都做不到 真是愧违仁慈 不愧违仁慈 表哥 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把姨父送回饭县 让他落叶归根 这是我帮姨父 整理仪务时发现的 这是杀恶随发枪的制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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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如我 父子争之后 为父反复思量 而之所虑不无道理 想那艳丝泰狡诈多端 屡屡出尔返尔 本次亦不会例外 然 而后我范家若御图振兴 却是寄望于这笔丰厚的围报 为父虽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善行 只有放大一搏 为父如有差错 而要带上此封信函 投靠李郡王 那碎发枪制造图 便是你书成的利器 请妥善保存 而河中其他诸寒 乃是这些年来 艳丝泰与为父王返之书信 而第一方 就是当年艳丝泰与父合谋 奪取饶氏父子 亚镖物品的清单 所有珍贵物品 均属李郡王所有 却全被艳丝泰打死 积数侵吞 表哥 你怎么了 这清单 虽不是艳丝泰亲笔所述 但这信封上的署名 和信中的署名 却是出自同一人之手 原来义父 对艳丝泰早有怀疑 他还是未能逃过刺劫 如果这张清单 李郡王一定不会放过 艳丝泰这个 吃里扒外的奸贼 表哥 我听你的意思 你是要带着这些东西 去投奔李郡王吗 我想要为爹报仇 逃奔李郡王 已经是我唯一的选择了 可是艳丝泰与李郡王 沆陷一气 李郡王也绝非善类呀 都到这儿了 到现在也没能让咱们进去 让咱们表明旧大人的心机 这不是要急死咱们吗 我们县衙的大门 永远都是对百姓敞开的 这巡抚的大门 却如此紧密 可这巡抚大人的围观之斗 这禁句禀报这么久了 怎么还没有出来啊 对啊 应该出来了 这么长时间了 怎么怎么还不出来 大家冷静一下 都听我说 我们是来向巡抚大人请愿的 我们是要救郑大人出来 大家一定要冷静 千万不要闹事 大家不要着急 我就不相信他艳巡抚 不出这个大门 他不见我们没关系 我们就跪在这里 一直跪到他出来为止 对 好 跪到他出来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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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跪到他出来为止 跪着 跪着 就在这跪着 跪着 来了来了来了 你们跪在这儿干什么 是要寻心闹事吗 巡抚大人明鉴 恳请巡抚大人 对郑大人一事 散思啊 巡抚大人 郑大人真的是不得已 才开仓放粮的 要不然犯县 这几千灾民的细腻 都没了呀 请您看在这么多 犯县百姓的份上 放过大人吧 还请巡抚大人 重新考虑 请大人重新考虑 请大人重新考虑 请重新考虑 重新考虑 请大人考虑 叶四泰 在济南 你不管我们死活 要不是郑大人 加征转 叶四泰 你冷静点 你还我们大人 还我们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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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先冷静点 郑板桥复犯的是 大清的法律 本官才将他收押大牢的 你们这些人 怎么是非不分呢 竟然替一个戴罪之人 在这里名冤教区啊 我看你们 是不是想借着郑板桥 在我这里聚众闹事啊 来啊 是 把他们给我轰走 我们并不是来 做外人大人 干什么 是呀 大人 狗官 改进大牢的应该是你 妖赛 你别拦着我 你就是狗官 叶四泰 竟敢用这些肮脏的汇语 来辱骂朝廷命官 你这个狗官 看来你是想造反 来啊 是 把这些人都给我拿下 快刀 别刀 别刀 你这个狗 别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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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住手 不出来打 别刀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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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狗官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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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打了 不要打 不要打 别打了 不要 别打了 正打人打 别打了 大家跟我说 住手 你们住手啊 别打了 别打了 都老听一下 别打了 别打了 他们是来救人的 不是来打架的 别打 冷爹 别打了 别打了 走 小梅 小梅 你要救正男人 就跟我走 走啊 快逃到旁边去 都别拖起来 别打了 别打了 狗官 打开了 冷静你行啊 走到旁边去 这狗罚你 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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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紫阳 放手 绕小梅 我知道你们现在 是为了郑大人 向燕丝太请命 但是现在燕丝太 是故意整郑大人 你们前来请命 他又怎么会理睬你们 燕丝太在抓 郑大人的时候 说郑大人 斩错了人 斩的不是你爹 这件事情 你肯定知道 真相是什么 你现在告诉我 郑大人当日斩的不是我爹 而是我素未谋面的二叔 他跟我爹是孪生兄弟 两人长得一模一样 我二叔小时候 得了一场大病 后来就成了痴呆 我爹呢 就将我叔叔送到乡下 给养了起来 所以即便是我 我都不知道 我有这个二叔的存在 就算在这个世上 有一个和你爹 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可是当日 郑大人抓的 的确是你爹 为什么斩错人了呢 这 我爹跟燕丝太 来来往往多年 我爹出了纰漏 燕丝太怎么可能 会置身度外 所以 他们利用我叔叔 在行刑之前 将两人偷粮换柱 掉了包 这件事最大的主谋 就是燕丝太 但他把这所有的照 全都记在了郑大人身上 之后我爹化名为范义军 回到了我身边 又带着我去济南投靠了 燕丝太 后来他们之间 发生了很多事 出现了很多纠葛 他就密谋让我爹 勾置火冲灾 找借口把我爹处死 然后他将郑大人 以撕开粮仓 和杀错人犯的罪名收押 这就是整个事件的真相 小梅 你不要冲动 咱们得想一个万全之策 否则你是奈何不了燕丝太的 什么叫咱们 你是你 我是我 我和你范子杨 现在已经不是一路人了 况且这郑大人 本来也与你无关 我知道我之前 对你的伤害太大也太深了 我不需要你原谅我 但是我想让你知道的是 我真的后悔了 之前是我糊涂 是我错怪了郑大人 现在只要能弥补 我做什么都愿意 小梅 你相信我 我比你们都了解燕丝太 他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所以无论你做什么 你千万要三思啊 你说皇上微服私访 此刻人在济南 回避王爷 宫里传过来的消息 是这么说的 皇上这么做 一定是想探探 燕丝太究竟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 传话给燕丝太 让他好好把握机会 若表现得当 待皇上回宫之后 这军机大臣之位 就非他莫属了 是 王爷 小的 这就去办 老大 爹 可是李郡王送来的好消息啊 是啊 李郡王知会你爹 皇上要来微服私访 已经到了济南了 是吗 爹 那 那 那咱们得好好张罗张罗呀 这可是爹在皇上面前 露脸的好机会呀 是啊 李郡王真是用心良苦 他是想让皇上 看看你爹 勤政爱民的一面哪 这还不简单吗 爹 只要在茶馆酒司 安排一些我们的眼线 让他们借机宣传一下 爹勤政爱民的德政 我就不信皇上还看不见 我爹这个好官啊 也该让皇上看看山东 尤其是应该让他看看济南 在你爹的治理下 那是风轻气正 一片繁荣啊 爹 咱这回还得好好款待一下皇上呀 咱们都知道皇上号这口 咱们就把济南最好的月来酒楼包下来 宜情院的那个花魁侠妃 那可是堪称一绝呀 也给皇上送上 到时候皇上荣心大悦了 那你军机大臣的位置 不就十拿九稳了吗 对不对 我看行 哈佗啊 您就去安排安排 但是要记住 一定要周密仔细 不得出半点差错 行了爹 你放心吧 王爷 下官刘统勋叩见王爷 王爷 里边请 不了 刘大人 无事不登三宝殿哪 本王就是来请求 能不能把 积压郑板桥的行文 暂时缓发一下 这 王爷 这不是让下官为难吗 刘大人作为刑部尚书 秉公办案 刚正不阿 这个本王早有耳闻 只是郑板桥这一案 疑点太多 这样一个清官一心为民 刘大人 你看完了这两本小册子 自然知道本王所言不假呀 这本是他教范县百姓 众水道的南道北众旨 这本是他走村串巷 查访民情的笔记 里面详细记载了 当下范县的民情民生 及众水道的要领 对 郑板桥对范县的百姓 着实伤心 这范县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小 是啊 可是他竟能够 如此频繁地竹村巡视 对范县的民生民情 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啊 是啊 所以你说 如果不是他勤政爱民 素业在宫的话 他怎么会有 这么详细的笔记呢 这样一位 身受百姓爱戴的好官 又怎么能让他 不明不白地深陷淋雨呢 既是如此 郑板桥罪与非罪 还得请皇上定夺才是啊 问题就在这儿 我还没见着皇上呢 所以我才请刘大人 些赞祸些时日 让我把这些疑点 捋清楚之后 你再行公文不迟啊 好吧 王爷 下官就暂且缓缓 可是王爷 这份行文 恐怕无法拖延太久 王爷一定要抓紧哪 那是自然 那是自然 本王一定要为大清 留住这个好官 王爷 所言极是啊 那就拜托了 王爷请放心 要说秦政爱民哪 俺首推咱巡府燕大人 就是 哪个大官能像咱巡府大人那样 凡事都亲力亲为 爱民如子啊 前两年 闹天花 我亲眼看见 燕司太燕大人不怕染病 那可是挨家挨户来巡事呢 说啥呢 有些人嘴上眉毛半事不劳 胡说八道 你知道过啥呀 燕司太就是个贪生怕死 苍害百姓的酷吏 你们还在这儿替他说好话 去年你们济南那个 贾战座等人染上了天花 狼心狗肺的燕司太 不行 这事我得说明白 那个燕司太 把他们赶到荒郊野外不说 还把他们的房屋家当 全都烧光了 多亏了好心的郑大人 将他们收留了起来 治好了他们的天花柄 又给了他们安身立命之所呀 你是那郑板桥 买通的吧 我是郑大人救出来的 不许你再侮辱郑大人 没事吧 怎么样 你这个老东西 你怎么打人哪 你敢侮辱郑大人 我就跟你拼命 亲老婆 别忘了咱俩是干什么的 不能惹是生非呀 你打老子 给我上 打 打死你 别打了 叫你胡说八道 别打死你 打 你这个老子 住手 别打了 你不死的 打呀 你 都给我住手 打死你 住手 让你打死 别打了 滚 翘老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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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秦老婆 没事吧 没事没事 秦老婆 怎么好端端端 是跟人打起来了呀 小梅姑娘 你不知道啊 那三个家伙 说郑大人的坏话呀 济南城的老百姓 对燕斯泰都恨之入骨 敢怒不敢言哪 这个燕斯泰 秦老先生 您别激动 小心伤口 是秦老婆 咱们是来救郑大人的 您说您干吗 惹出这样的事端呢 梁芳说得对 这里是燕斯泰的地方 我们若再惹出什么事端 燕斯泰更会以此为由 为难大人 就是啊 我这次出来的急 没带金创药 我去药店给老爷子 抓点药去 咱们这趟来济南 还真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姚三哥 能不能再商量一下 下一步的行动 我再去一趟巡抚衙门 去探探 看看有没有办法 把假镇座他们救出来 路上小心 好 这位姑娘 请留步 我家公子有请 你家公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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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子爷 在下冒昧邀约 还请姑娘见谅 这位公子 刚才酒馆混乱 可能会误伤到公子 如果公子你有什么损伤 不用担心 我饶小梅负责全部赔偿 只请公子别将此事 闹到关牙里去 在下并无损伤 亦无益所赔 那公子 在下姓爱 排行第四 顾名爱四 旁人敬我一生四爷 是个南北来往的生意人 在下对正板桥的财情 仰慕已久 但是无缘相见 刚才酒馆一幕 见姑娘对正板桥 甚是熟悉 所以想请姑娘 引荐引荐 原来你也仰慕 大人的财情啊 那真可惜了 你晚来了一步 我们家大人 现在已经被燕四太 强行收押了 拘押朝廷命官 那得有刑部的公文才行 是啊 公子你懂得还真多啊 正是因为 他燕四太根本没有等到 什么刑部公文 就将大人强行收押 我们这些人啊 才来到济南请愿的 看来这正板桥 还颇受犯县百姓的爱戴 公子你有所不知 郑大人刚一上任 就为民做主 铲除了当地的恶霸 还为那些卖身为奴的百姓 赎了身 教他们做卖杆善 为他们谋生起 方才听说 郑板桥治好了 被燕四太赶出的天花病人 而且 还让他们在范县 安身立命 是啊 当时得了天花的病人 被燕四太从济南赶了出来 他们流落到范县 郑大人不仅治好了他们的病 还收留了他们 当时因为此事 范县的百姓 与这些流民 还发生了一些不愉快 他们怕这些流民 和他们争地强食 频频向大人告状 可是郑大人特别有办法 他帮助这些流民 去开垦黄河滩区 那些无人耕种的荒地 硬是将这些荒地 变成了稻田 荒芜的黄河滩区 竟然可以变成稻田 看来这个郑板桥 还真是有办法 大人发现金丁河边的 贝河挖地 非常适合住南方的水稻 大人就带领着大家 想尽一切办法 在那片不毛之地上 改种水稻 没有想到 大家在郑大人的引导下 竟然种出了 香甜可口的黄河稻米 当年康熙皇帝 为解决北方人口聚增 带来的吃饭问题 曾在御花园市种过水稻 希望能在北方推广 即以享天下福祉 没想到那郑板桥 竟然与康熙皇帝 想到一块去了 如此看来 郑板桥继承了 康熙皇帝魏晋的事业 真是在为 犯姓百姓造福啊 郑大人把理想 变成了现实 我刚才说的话 全无虚假 如果皇上 能吃到我们 犯献产的大米 就会知道我刚才说的话 句句属实 那就尝上来吧 你刚才说什么 在下的意思是 调调大路通京城 有些门路也可以直通天庭 所以 就请姑娘把饭线大米送上来吧 在下与皇城里的人有些交情 也许能够送到当今皇上那里 此话当真 当真 山东巡抚燕斯泰 恭迎我 来 叫我四爷吧 是是是 四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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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大驾光临 这实在是山东的荣幸 济南的荣幸啊 驾官略被薄酒 恭请四爷 能够移驾 前面带路吧 好 那不是刚才在酒馆里 遇到的那位公子吗 怎么燕斯泰对他这么恭敬 小梅 你说那位爱四爷 真能帮咱们把甲针做他们种的稻米送给皇上 送不送得到我也不敢断定 不过听他的话音来头不小也想帮咱们大人 是啊 说不定咱们种的稻米还能派上用场 可是啊 这个爱四爷跟咱们郑大人并不相识啊 咱们也不知道他是何方神圣 他真能上到天庭 这个爱四爷自称是个生意人 看他的着衣打扮倒像是个皇宫贵族 不管怎么样只要有一线希望 我们总要试一试试吧 你们说的爱四爷是谁啊 刚才有一位公子 就是坐在咱们旁边的那一位 他说他可以帮到咱们大人 你是说坐在那一桌的爱四爷 对啊 小梅啊 我看你是投错人了 我刚才在街上看他跟燕斯泰同行呢 现在啊 应该在月来大酒楼 一起寻欢作乐呢 你看错了吧 承轩 我刚刚从药店出来亲眼所见 我还因为好奇跟上去问了一下呢 结果这一问才知道 这燕斯泰啊 包了整个月来大酒楼 就为了款待这个什么 什么爱四爷 还请了怡庆院的花魁 来歌舞助兴呢 你说这种人 他跟大人本来就不是一路人 他怎么还能来帮大人呢 看来这个人 没事吧 还是个大事没事 包下整个月来酒楼 像他这样的大人物 为什么要接近我们呢 我得去查一查 看他到底耍什么把戏 不管怎么样 毕竟我们是刚刚认识的 在这个关键时刻 我们还是谨慎为好 微臣明白皇上这一路周车劳顿 特备下这赌康美酒 恭请皇上品尝 好酒 好酒 燕大人啊 朕一进济南 四处口闻百姓 对你燕巡府的德政赞不绝口 可见你破得民心哪 秦政爱民乃为官之本 也是皇上一贯的教诲 如有做得不妥之处 还望皇上捶训 可朕也听闻燕大人 不似行不行闻 便将正板桥关进大牢 可有此事啊 不过回皇上的话 一是正板桥藐视皇上 擅开粮仓 而是他昏庸不察 错占了无辜之人哪 错占了无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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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成了无辜